好 讨论度最高的开放针对5到11岁幼儿施打BNT疫苗 华联市施打站包含了明义、明理、中华国小以及东华富小等等 那么华联市长魏佳贤在东华富小校长的陪同之下呢 与县议员魏佳燕一起来前往关心小朋友施打的情况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放5至11岁幼儿施打BNT疫苗 华联县卫生局自5月30至6月10日 在华联市包含明义、明理、中华国小及东华富小等设立施打站 31日市长魏佳贤在东华富小校长陪同下 和先议员魏佳燕前往校内关心小朋友施打情形 在整个这一次的规划里面 大概今天下午有700位的小朋友会过来 那么人数还在增加 因为大家打了BNT还在加上最近的疫情的起来的关系 所以家长开始觉得有必要 我们也谢谢市长在这个政策上面的支持 提供我们这里的孩子还有一些用水、酒精、小点心之类 希望能够安抚到小朋友 让家长也能够得到一点关心和关怀 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赶快拨打我们卫生局的电话 那请大家 请所有的家长还是要密切注意孩子 那家宴在所有的学校的接种站 都有发放酒精 那也要跟家长说 请大家一定要 那个口罩一定要戴好 那酒精一定要消毒好 那我们希望 每一个孩子在施打过后 都一定要遵守 一个施打过后的一个不要运动的一个原则 才能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 那我们希望 每个孩子打完以后 能够情绪能够稳定 所以准备了一些巧克力的饼干 跟一些小点心 那也期盼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段疫情 那也请家长一同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孩子 31日下午包含东华妇幼 华联市幼等公司的幼儿园孩童 在家长陪同下前来接种疫苗 估计约有700位 华联市公所和现议员魏佳燕 一同在会场设立补给站 提供饮用水、点心、随身品酒精 给施打完的学童领取 并提醒家长留意孩子接种完的身体状况 若有严重不适 务必立即就医 记者长帮演华联市报导